下下位子 还多求你 为什么每次我的婚礼都得不到祝福 二十多年了 我就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没有你的痛苦 假如有那么一天 我们真的找不到彼此了 我们就来这里 深藏不露 做事有条不紊 我没看错人 出了眼前的寂寞 我父母就是被宋天生和湘明湘灭死的 这辈子没有缘的 我会期待下辈子 希望我真的能天长地久 我知道 你这辈子在你心里面只有张厚婷 希望我依然能不能照上 遍我 那阿是 如果你心里面所谓 你会在你和性脸上 你会在那里面 都不信 不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问题 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就好 是啊 乐美 相信你哥 他一定可以搞定的 乐美 那个被你称作 大哥哥的小学同学 你们有没有再联系啊 这么说 看你这个表情 你对他有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 可是 他跟我说话 和看我的眼神 都会让我很紧张 碰到自己喜欢的人 都是这种感觉 可是 陆锋给我的伤害太大了 让我对男人都心寒了 哥 今天他约我吃晚饭 你说我该不该去赴约呀 乐美 感情来了 可千万不要拒绝哦 谢谢你今天愿意接受我的邀请 谢谢你为我准备了这么浪漫丰盛的晚餐 对了 你是做金融的 我打算转行去百货公司 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不打算做医生了吗 我打算去天成集团工作 你应该听说过天成吧 天成集团 很好啊 很有潜力的公司 你能面试通过 证明你也很不简单 其实 我也得靠我哥哥 你觉得我从基层做起 是不是会有前途 其实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有兴趣 有目标 就不会感到辛苦 一定会成功的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的 当然可以 你这么聪明 又肯下功夫 绝对没有问题 听你这么说 我更有信心了 对了 我介绍几本书给你 你会更好地找到工作状态 太好了 我保证 我一定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 加油 谢谢 爸妈 我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你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乐眉 你怎么搞的 成绩变得这么差 还这么多旷课记录 对 我实习没有通过 不能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了 那是因为 我已经放弃当医生了 什么 你 你放弃当医生了 爸 有话好好说吗 浩天 你听听她说的都是什么话 我们全家人辛辛苦苦地供你读书 就是想让你做医生啊 我们全家人也有面子 你也不会像我们一样 你看 过得什么苦日子 爸 我不想再为你的面子而活下去了 我只想追求我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乐眉 你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陆锋 你这么轻易就放弃 反而让她更会取笑你啊 妈 她跟我说过了 她对做医生根本就没有兴趣 倒是对去天城上班很感兴趣 她刚好可以去帮帮我 你们二位就别逼她了啊 原来你早就已经知道了 你以为到天城上班这么容易啊 一个浩天 都已经受尽他们母女的冷眼了 你再进去 那不天下大乱呀 妈 这事您就别担心了 全交给我了 我会好好去想怎么做的 乐眉她很优秀 只是陆锋她不懂珍惜 不过现在 倒是有一个比陆锋 更出色的男孩子 正在追她 更出色的男孩子 喂喂喂 你们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瞒着我们二老啊 哎呀妈 你别听歌她胡说了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不成不成乐眉 妈对现在年轻人一点都不信任 你真要有什么心仪的对象 赶紧带回来 让爸妈给你参谋参谋 妈不用参谋了 我们就只是小学同学 她喜不喜欢我 我还不知道呢 再说 我现在还不想那么快地谈恋爱 所以你们都别想了 别说了 亏了这八字没和上 要真是和上了 那我跟你妈 还不知道说什么好呢 浪妹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楚耀辉交往啊 你管得着吗 你当初跟楚天心交往的时候 不是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你现在干嘛来干涉我的行踪 我跟谁交往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管 我就是不允许你们交往 你莫名其妙 陆风 你为什么又来纠缠乐美啊 这是我跟乐美之间的事情 你管不着 你废什么话 她是我妹妹 我为什么管不着 陆风 你之前把她甩了 我就不说什么了 现在你又过来纠缠她 我就是不允许 谁 哥 你不必再为我 跟这种男人生气了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张恶美了 现在的我 不会再因为任何一个人 而失去自我 现在的我 幸福就在自己手里 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多走 好啊 既然你这么有本事 那你就追求你的幸福去吧 好啊 乐美啊 你真的想放弃医科 到我们公司来上班 你做这么重要的决定 你父母真的同意吗 是的 他们已经都同意了 那好吧 我同意啊 好听的安排 欢迎你 成为我们天城经营团队里的 一份子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谢谢 张乐美要来我们天城 我们又不是收容所 我不同意 贺民 现在公司里面需要人才 用自己的人不是更好吗 更何况 乐美她的确是个人才啊 人才 我看她尖牙利嘴顶撞我的时候 倒是个人才 贺民 人家乐美既然能考上医学院 就一定有她自己的实力 而且啊 现在科技又这么地发达 我们也正好借着乐美的专业 来开创我们天城集团的相关事业嘛 先来个张浩天 又来一个张乐美 宋天城 你是被灌了迷魂汤了 总裁 我接受乐美来天城集团工作呢 也是为了吸收人才 她可以在这里受到很好的培训 将来可以很好的回馈公司啊 那你就要想着 先怎么保住军豪百货 而不是想着给你妹妹安排工作 那件事情确实对我打击很大 之后我会更加谨慎地工作 你终于承认你错了 好了好了 赫敏啊 乐美到公司来上班的事 就由总经理去决定吧 反正啊 乐美也得从基层做起 我相信啊 她是不是快料 也得靠她自己努力才行嘛 老天 快带着乐美到人事部报到吧 走 走 去办吧 干爹 我 听到一个消息 没事了 你这干什么呀 有话就说 别吞吞吐吐的 什么事 我听说 耀辉她交女朋友了 耀辉这样出色 交女朋友也很正常啊 我猜大概是 她在电视上说的 那个女孩子吧 听说她们青梅竹马 要是能找到的话 发展一段感情 倒是挺不错的 我们应该祝福她们 那个女孩我认识 我觉得她接近耀辉 应该是别有目的 怎么说啊 那个女孩叫张老美 是张浩天的妹妹 怎么会这么凑巧啊 浩天和她妹妹 不会是知道你跟耀辉的关系吧 这不好说 也许张浩天要利用她妹妹 从耀辉那边下手啊 乐美是我过去的女朋友 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不得已再分开 可是呢 我们的感情基础是很深的 所以我不相信 她这么短的时间内 会爱上耀辉 我怀疑她是为了要报复我 才把耀辉当成感情的替代品 而耀辉刚刚回国 张乐美就跟她表现得那么亲密 你们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当然了 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好了好了 不用你提醒了 耀辉连我这个爸爸都不认 我管她交什么女朋友啊 随她了 哎 好 张浩天 你今天要想不出好策略 君豪百货的经营权 就会落在楚生华手里 你这个总经理就不用干了 董事长 总裁 我已经拟好了一套全新的策略 发给每一个人 这一系列策划案 是根据天成集团 目前所承受的危机 我变换了一个思路 拟出了一套全新的策划案 请大家赶快过目 然后做出决定 现在我们挽回 军豪百货的经营权 还来得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再相信你的企划案了 上次你不是说 楚振华拿不出十个亿吗 结果呢 钱人家拿出来了 还让我们紫阳背了黑锅 你说你这算什么策略 我不同意 总裁 你这样做 未免也太没有风度了吧 未免 开会嘛 大家都各持己见 你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再说 我觉得浩天这个企划案还不错 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你每一次不都说很好 但结果呢 你告诉我 他每一次成功了 何总裁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确实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你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戏的 陈秋妍 你告诉我这个方法 到底好在哪儿了 总裁 如果你对我这个企划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你可以随时提出来 我可以随时修改 好 那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既然你对你这个企划 这么有信心 我就再一次同意你去执行 如果你失败了 以后你们张家的大大小小 都和我们宋家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不用来上班了 也别想抢走我们的财产 听清楚了吗 贺民啊 你太过分了吧 我就知道你会舍不得 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 你的宝贝儿子了 和你心爱的老情人了 是不是 好 我说到做到 我答应你 一言为定 好 你们在座的 都听见了吧 你们都是我的证人 为什么我的生活 会平白无故地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我无缘无故地 就变成了通缉犯 这是为什么 这是发财了啊 是吧 发财了 你们要干什么 戒指 戒指 戒指不痛 戒指 拿过来 让我再对 别承我坚持 别承我坚持 你 别承我坚持 戒指 sold 有名 这小子有钱呢 我 说什么有钱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小子什么来头 消灭啊 赶紧走赶紧走 走走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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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天 我要去找紫阳 秋言 警方还在打捞 我们先等消息吧 不可能 紫阳他肯定还活着 浩天 我们去把紫阳找回来 走 秋言 你冷静一点 警方还在打捞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冷静一点 我不相信 你不要这样 哥 你说什么 紫阳是我害死的 是我践踏他的尊严 辜负他的感情 如果不是因为我 他不会跟父亲决定 不会被姐夫利用 更不会成为众人的笑柄 都是我 都是我的 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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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 紫阳他不能跟你做夫妻 这并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揽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这么难过 你不要劝我 雷妹 你不要劝我 是我害死的紫阳 除非我可以找到紫阳 让他原谅我 除非我可以找到紫阳 除非我可以找到紫阳 否则 否则 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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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把门打开啊 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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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快把门打开 秋言 秋言 快开门啊 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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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门打开 我有话跟你说 秦妍 秦妍 你把门打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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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好 没问题 可以可以 干爹 好好好 好 再联络 再见 什么事 刚收到消息 宋子阳可能意外身亡了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呢 好啊 好 好 这不是老天爷助我吗 宋子阳一死的话 就死无对证了 好 干爹 当初我们设计子阳 只是想让他顶罪而已 没想置他于此地吧 你干嘛你 心软了吗 鲁峰 作为一个强者就不能有感情啊 有感情就是软肋 该强硬的时候呢 你有所顾忌 这等于在你前进的方向上 设了一个关卡 还有啊 宋天成是你的杀父仇人呢 宋子阳是他儿子 负债子还理所当然啊 你帮你爸爸妈妈出了一口气 你应该高兴啊 不是吗 是啊 按道理来说 我应该高兴才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 好 乐美 坐 这是我特意从美国空运过来的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啊 乐美你怎么了 脸色看上去这么差 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 是我们宋董家里 发生了意外 你是不知道 这个楚振华他有多阴险 多卑鄙 他专门利用别人给他背黑锅 子阳怎么可能会做出 这种犯法的事情呢 何况他才刚去龙威上班 要是没有楚振华在背后指使 怎么可能有银行 带给他那么多钱呢 这个 我也不敢乱猜 我就是很担心 我哥现在在天成的处境 自从我妈 承认了我哥 是宋天成的儿子 他跟子阳之间的友谊 就已经破裂了 虽然我哥 他能力很好 也很受宋董的重用 可是子涵 子阳还有贺总裁 他们都把我哥当成眼中钉 肉中刺 一直都觉得 我哥是去跟他们争夺家产的 你是说张浩天 是宋天成的儿子 这个秘密 我们也刚知道不久 不过我哥他真的很有骨气 他一点也不稀罕宋家的财产 他一直跟我们保证说 他今生今世 都要做我们张家的儿子 树大招风 你哥那么优秀 自然会被别人当成剑拔 不过我相信 以你哥的能力 一定会在伤海臣服中 保护好自己 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吗 那我们点菜 来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我是投资分析师 踢球要靠分析的 你小子哪那么多废话你 再来 再来 初董 这是给您泡了茶 您再等一会儿 我老板马上就回来了 你回来了 等你半天了 你什么态度啊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我知道你恨我 我承认 你去美国的时候 我这个做爸爸的 没有好好照顾你 没有照顾你在美国的生活 行 你不想跟我沟通 好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我不赞成你跟那个 叫张乐美的女孩在一起 她曾经跟我那个干儿子 有过交往 更何况她个个又是 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宋天成的私生子 对不对 初真华 你是我什么人 竟敢干涉我交什么样的朋友 你说乐美不好 没资格跟我在一起 可是我今天在美国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全都是她的功劳 全都是她的功劳 你门仙自外 这么多年 你对我做过什么 你那个干儿子跟乐美交往 乐美已经跟我说过了 陆锋跟着你就是为了攀附权贵 她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一个总经理 问题是 那个张乐美 她对陆锋是于情未了啊 你要跟她来往的话 你会吃亏的吗 会吃亏的是你 我这次回来 除了工作以外 就是调查我妈的真正死因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 你妈妈的死 那完全是场意外 真相很快就会查出来 该被这件命案负责的人 一个都跑不了 我 贺民啊 警方还在打牢中 可能还有希望 我们等待消息吧 说不定紫阳还活着 你就不要 再让自己更加痛苦了 你说得倒轻松 好像说的紫阳 不是你儿子一样 我知道 你有两个儿子 死了一个还有一个 所以紫阳的死 对你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看你这是把话说哪儿去了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我对紫阳的爱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 去换回紫阳的命 不过 我们还有另一个儿子 我明确地告诉你 你休想 要我答应张浩天进门 就是让我承认你和孙慧芳当年的丑事 我死都不会答应的 赫民 我知道 到现在你还不愿意承认张浩天 是我亲生儿子的事实 你可以埋怀 你可以埋怨我的过去 但是浩天她是无辜的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认她这个儿子 她会像紫阳一样来孝顺你的 不可能也不需要 紫阳是我唯一的儿子 张浩天 她不配 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的心意已决 如果浩天 愿意承认我这个爸爸 我就不会再辜负她了 我会尽快地找律师办妥手续 让她正式成为天成集团 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什么 你要把天成集团的经营权 交给张浩天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目前她是最适合的人选了 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吧 你摸着良心说 当年不是靠着我娘家 你能有今天的一切吗 没错 我是接受过你们娘家对我的帮助 但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亏欠过你们一分一毫吗 我转移到你和两个孩子名下的股份 还少吗 总而言之 我会选一天好日子 让浩天正式地认祖归宗 至于你接不接受 喜听遵便吧 宋天昌 滋养到现在生死未卜 你就急着捧着大半财产 迎接那个张浩天进门 好 你给我听清楚了 只要我贺民还有一口气 那个杂种就休想进门 爸 我妈说得没错 这么做我也不会同意的 就算哥哥真的死了 也会死不瞑目的 你心里只有那个张浩天 你还管不管我们的死活 如果你不顾我和我妈的感受 要质疑这么做的话 我也不会认你这个爸爸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 外面生的那个野种 我早就是 子涵 你 好啊 子涵你等等我 子涵 子涵 请喝茶 喝米啊 子涵 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吗 帮忙 只要你们不卖自求荣 就算是帮我们大忙了 你们也太气人太甚了吧 张浩天已经是我们天成集团的总经理 我们对他仁至义尽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满足 还要让他认祖归宗啊 子涵 别跟他们说了 他们这种人说不通 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你们还在装 趁着我们家紫阳下落不明 看到宋天成无奈 就派你儿子去纠缠宋天成 这不是趁火打劫 是什么 你们都死心吧 我跟我妈 是绝对不会接受一个野种 来取代我哥哥的位置的 我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们这么想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张明山就是饿死 也不会拿儿子换钱的 你们宋家的臭钱 我们一点都不稀罕 你 赫敏 你放心 我们张浩天 有名有姓 还有一个从小就疼惜她的爸爸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 让她回宋家的 好 你给我记住了 这可是你说的话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话 你都听清楚了吧 你可以走了 慧芳 送客 张明山 但愿你的儿子 跟你一样有骨气 子涵 我们走 你给我站住 这么晚回来 还弄得一身酒气 我心里都很难过 喝点酒结结味儿 我看你难过的是 张浩天没有认祖归宗对吧 你能不能别把什么事 都扯到张浩天身上 行吗 神经病 我神经病 是你在外面生了野种不知错 还回来骂我 你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 说清楚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疯了是不是 你今天不说清楚 咱们就别过了 你的意思是想离婚是不是 好 我奉陪 宋天成 你要是离婚的话 你一分钱都别想得到 爸 妈 子涵 你回来了 你爸对我们不管不问 他还跟我离婚 爸 这明明就是你的过错 你干吗怪罪在妈的头上啊 好 你们母女俩一点错都没有 错全在我 我走 宋天成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要是走出这个家门 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不回来就不回来 在这种家里头 成天吵吵闹闹闹的 我早就不想待了 妈 妈 你放心 我会支持你 一定不会让浩天进门 我真的没有想到 总裁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找上门 就这样羞辱你跟爸 那你是不是真的去找宋董 谈了任总贵宗的事呢 妈 怎么可能嘛 我永远都是张家的孩子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莽撞 可是你爸为了这件事情 气得一个晚上都不说话 连饭都没吃呢 不过总裁这么做 确实是太过分了 去 阿姨 爸 我真的没有想到 总裁会这样来找你们 让你受这样的侮辱 这 真的对不起 爸 不管怎么样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都是我心中 最优秀最完美的爸爸 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浩天 浩天 你害得你老爸流泪了 浩天 你这孩子 爸 给 来 来 行 等等 你要干什么 如果你从今往后 还想过安稳的日子 你最好别跟褚瑶辉再见面了 关你什么事 像你这种出身不好的女孩啊 我见多了 我也很了解 遇到条件好的男人呢 就像苍蝇一样 拼了命死定不放 楚先生 麻烦你放尊重一点 好啊 那你敢说 你不是看上 楚耀辉的金钱和他的地位 才跟他交往的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 我反而想问问你 你跟耀辉是什么关系 凭什么管这么多 我告诉你啊 楚耀辉是我儿子 我告诉你 丑爷 多吃点 多吃点啊 怎么了 乐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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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是不是楚耀辉 他欺负你了 那是不是陆方 他是不是又来威胁你了 不只是陆方 还有楚振华 两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女孩子 他们还算人吗 乐媒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说呀 你什么都不说 你不让我们干着急吗 乐媒 别怕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跟你依靠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帮你解决 楚振华跟陆丰 他们在路上独卤 楚振华说杨辉是他儿子 这么说 楚振华 真的是楚杨辉的爸爸 不行啊 那帮人我们惹不起 我看你就别再 跟楚振华见面了 找一个跟我们家 一样平凡的男孩子交往 免得妈整天为你担心 妈 乐媒 这个楚振华 竟然跟楚振华纠缠不亲 她的背景一定很复杂呀 乐媒啊 你听爸一句话 趁早跟他了断了吧 免 免得再受伤害啊 好了 我还想等你完成任务 回来之后生你当总经理的 现在你想都别想了 你欠下的那些债 你全部自己还 你赶紧反了 爸 也差不多了 等给收摊了 急傻 你看 还有客人没走呢 来 我来吧 我来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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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喝多了 爸 子洋 子洋 爸 你别喝了 你喝醉了 好 不过 是你吗 浩天 大叔 您没事吧 要不 先喝点水 等乐美平静了以后 每天有时间 你再好好找她谈谈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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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好大的酒味 先把它扶回去吧 走 董事长 主持人 老天 你留下来 陪我说说话好吗 我们父子啊 平常除了工作之外 很难得像现在这样 说说亲近的话呀 你放心 在工作上 我会尽我的权利来帮助你的 我们现在不谈工作好吗 董事长 我知道您非常地痛苦 紫阳这件事给了您很大的打击 浩天 我现在请求你认为这个爸爸 还来得及吗 就算您是我的亲生爸爸 就算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也不可能离开对我恩种如山的家人 我不可能去背叛他们 如果我真的背叛他们的话 我父母的感受 就会像你现在这样 我现在不是要求你离开你现在的家庭 我只是希望 能够听到你喊我一声爸爸呀 董事长 您好好休息 别再作响了 好 好 好 浩天啊 昨天晚上我说的那些话 我 嗨 知道了 爸 浩天 你 你叫我什么 我没听错吧 爸 你没听错 我送你进去吧 好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何米啊 子涵 你们两个都在 正好有件事情我要在这宣布一下 浩天终于愿意承认我这个父亲了 他也愿意承认这个家 他承认 我可不承认 你不承认也不行 浩天的身上流着我的血 他是我的亲骨肉 也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这个事实就算你想否认 也是改变不了的 还有 从今往后 我希望你们把浩天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 包括名商和汇坊也是一样 我希望大家要互相帮助 互相的扶持 不要再有任何的猜忌和不满了 如果我要是不同意呢 我现在不是要征求你的同意 我是要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你 妈 和明 和明 妈 来 坐下 别激动了 总裁 我知道你没办法接受我 但是请您相信我 我只是替子杨来尽孝的 不管是天成还是这个家 我都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而且永远都不会 张浩天 自从你出现以后 我的家庭的人生全都被你给毁了 你就不要再花言巧语了 好了 不管你们再怎么反对 我都认定浩天了 你不愿意 伤心想楼 好 好 你不愿意 为我 你不愿意 所有的游oute 注视你的脸 倔强而凄美 我无法去面对 却装作无所谓 偏偏又让你流泪 毫无结实的机会 困扰在心间 自找不作为 爱情会让人们彼此心碎 为何分别是才感觉 我心疼的发现 全泪水已经不断淋湿你的脸 我微信说再见 可怀悟到嘴边任你流泪 相信被慢慢撕裂 为何离开后才感觉 现在回到从前 可爱情已经距离我才遥远 怎么结束这一切 我微信说再见 永远你流泪 相信被慢慢撕裂 对你的亏欠 我离开后才感觉 遥远你流泪 遥远你流泪 我离开后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